害怕的你不用擔心 我哪裡都不會去 隨堂真的是 一直覺得說 因為他來之前我們都還在帶一件叫做啦 隨堂 模特兒 他能演的東西 因為Jerry演過戲 我自己演過戲 那隨堂是好像是剛好在拍皮子英雄 然後我不忘了 那是我忘了 我忘了他在拍皮子英雄 可是我覺得皮子英雄改變了他很多 改變了很多 改變超多 他來 簡直說 早上九點 他才剛到八點 莊伊弄好 簡直說 那個你坐下來 你等一下各位哭 然後他就看看結尾 他就說可以 然後歌放 他就開始哭了 早上九點了 超厲害的喔 而且是咖 換位子 各位在哭 可以 我就在旁邊一直看 哇 太厲害了 其實訪問上面是說 他就說他培養情緒 然後也好險 有我的那個歌 很久沒有聽到有一個男人 會講說害怕你不用擔心 然後他聽到這個感動 然後他就順著那個情緒 就一直這樣 不只這樣 好多次耶 看在那邊哭哭五六次耶 早上 我覺得對他對他的那個印象 然後在鏡頭裡面出來演戲的那個感覺 全部是 唉唷 踢一下 是整個 就讓我很放鬆 因為我很怕譬如說跟我演戲的人 他沒有辦法進入那個情緒 或是很怕我自己會拖累人這樣 那天學長一來就 那你這樣學長說哭就哭 你自己沒有嚇到 嚇到 可是那天就讓我很放鬆 我整個心情就覺得 啊 我很 可以跟學長 有辦法跟他 因為他比我更放 反正模特兒會比較拘謹一點 沒想到他比我更放 我就說哇 高手 對 就是這種感覺 謝謝